就如坐针毡如芒自卑 如梗在喉 每个演员听到李成如这一系列犀利点评 就真的如坐针毡 如梗在喉 在外人面前嘴刀子嗖嗖乱飞 面对亲人 尤其是自己孩子的时候 李成如如果换作一副慈父面孔 说话轻声细语 那么他也不至于那么可怕 可事实是李成如他身价百亿 儿子和妻子却在18平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20年 李成如从小家住黄成根 他小时候放风筝 那风筝总挂在故宫角楼上 寸土寸金的北京城 他就住在故宫旁边 可想而知他家有多富裕 李成如两岁时 他的父亲因故去世 偌大的家业便逐渐衰败 又赶上清算抄家 再无经济来源 他初中毕业后 找了份正式工作 日子才不至于过得辛苦 可他不满足于眼下的生活 反而对话剧演戏心生向往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在排队买票时碰到了著名演员董行吉 他忙忙撞对董老师喊 我想跟您学 就这样他的人生与演戏挂上了钩 他天赋斐然 因为演得出色 被中央实验话剧院戒掉了五年 1980年李成如决定 向专业演员方向迈进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在学校进修期间 李成如认识了他第一任妻子 李大海的母亲 不久两人洗劫连领 1981年李成如筹准了一个好机会 当时西游记正在筹拍 他向杨洁毛遂自荐出演唐僧 可杨洁嫌弃他的形象没同意 他倒也不自暴自弃 干脆留在剧组成了场记 满心希望导演 有一天能给他安排一个角色 可是那整整五年 李成如连一个妖精的角色都没眼上 在1985年西游记拍完后 李成如和妻子有了李大海 在杨洁纳碰了钉子的李成如选择转行 拿着当场记赚到的钱 下了海 水产 水果 蔬菜 好时代下颇有商业头脑的 他赚得盆满钵满 到了1991年 他身价达到上亿 也是在那一年 有了钱就变坏的李成如 与发妻提出离婚 妻子带着李大海 住回那个十八坪的小屋子 1993年美国 日本贸易战 李成如外汇舱里 所有美金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第二天他的头发全都掉光了 成了现如今的光头 也许气伤从文是他的命 42岁他从头开始 1994年李成如参演了过把影 一战成名终于大器晚成 感情生活上 他与男派大青衣十一红结婚 虽然这段婚姻也没能走太远 但他当时的表白 却让人感受到他的深刻 这一生我就爱着女人 他深情告白时 他的原配妻子和他的亲儿子 还生活在那个 承载着他所有狼狈的小房子里 李成如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认为与其让孩子衣食无忧 不如锻炼他的翅膀 让他飞得更远 20多年里 李大海和李成如相见的次数 超不过100次 父爱几乎缺席了李大海 整个成长过程 2006年李成如检查出癌症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他的人生一下子陷入黑暗 不过苟喜的事情来了 医院打来电话说搞错了 李成如在松了口气之余 有些东西突然在他脑子里迸发开来 兜兜转转大半生的李成如 幡然醒悟 唯有家人的陪伴才是最真实 最有意义的 他对儿子的愧疚铺天盖地袭来 他开始拼命弥补这么多年来 在儿子身上的亏欠 即便如此 李成如仍旧坚持着自己的教育原则 2013年李大海上《我不是明星》时 本来安排的是明星父母的打气环节 李成如的打气却是这样的 有什么可让我夸的呢 我说过这样的话 除了看上去什么样的 你有什么可让我夸的 而你现在是人不搞样 不是父母给的吗 李成如不管对儿子 还是对其他新人演员 都是一视同仁 打压式教育已经成了他的标签 但如果在李大海成长过程中 他能多那么点关心 李大海是不是会更幸福些